第五百一十一集 好,你们稍等啊,我马上去做菜 姜老伯将小婷婷拉到一边,不让她再多说什么 她怕自己的孙女受委屈 不然,小镇外传来一声长啸 姜义辰等人全部站起,立刻冲了出去 婷婷,老伯,我接你们走吧 叶凡江方才那一切看在眼中心中很不平静 小婷婷摇了摇头 不行的,上次脱离江家是大罪,会被满天下追杀的 其实还好了,除了蒋义辰之外 依妃哥哥还有采仙姐姐,他们对我很好的 小家伙很开朗与乐观 只记住了几个对她好的人 其他不快与风言风语都被忽视了 叶凡想了想点了点头,没有再继续坚持 他有多种办法解决祖孙二人的问题 实在不行直接告诉第九大寇江义就可以 那是江哲的亲弟弟,是江老伯的叔叔 我觉得江老伯不适合住在这里,江太区身旺一脉的人 不是为您在一座大城市中修建了一座府邸吗 小婷婷说,爷爷住得不习惯,觉得没有这样自由 江老伯只是年纪大了,害怕孤单,这很好办 请一些同龄的老人住进去,一定会习惯的 经过叶凡劝述,江老伯点头 的确如叶凡所说的那样 人到老年总会觉得孤单 不愿独自住在深宅大院中 当日,小婷婷就带着江老伯动身 来到了乡邻的一座城池 免费为一些孤寡老人提供住所与吃喝 那些人自然愿意 叶凡并没有出面,一切都是小婷婷在做 她不想让人注意到,那样会为祖孙引来麻烦 小婷婷大眼通红依依不舍 大哥哥,你什么时候再来看婷婷 时间不会很长啊,我会常来看你们的 叶凡笑着摸了摸她的头 她将神缘封印后交给小婷婷 并没有去那座府邸转身大步离去 大哥哥,保重 小婷婷红着眼睛在后挥动小手 婷婷,好好休息吧 我会为你寻来地命果的 叶凡眨眼消失得不见踪影 其实她并没有离开 而是继续行走在这片地狱 她暗叹 江亦臣心机还真是有些重 在江老伯的府邸外,竟安排有人监视 当年,这座府邸建成时 这些人就出现在此地了 守株带兔,静等她出现 江亦臣知道她与祖孙二人的关系 明晓她是荒谷圣地 没有去外界追寻 只是暗中布写了这样一步棋 尽管以前江老伯没有住在这里 但是这府邸却很出名 只要向江家外戏子弟打听就会得惜 这个江亦臣 对我还真是念念不忘 料定有一天我会来此地 只是阴差阳错之下 我提前见到了江老伯他们 叶凡冷笑 背负打身边走进一片冰原中 他已经了解清楚 江亦妃在外面有一座行宫 鹅毛大雪纷飞 天地间白茫茫一片 叶凡在那片冰原上静静站了七日 并没有接近那片行宫 只是守在了必经之路上 第九日 远处出现十几骑 皆是异兽冲破大雪 踏空呼啸而来 为首的人正是江亦臣 都是高手 最弱的也在到公司重填 有数人是刺激秘境的修士 叶凡露出的是真身 并没有掩饰容貌 背负大神边 静静地立在风雪中盯着他们 尽管相隔数年了 叶凡的容貌发生了一些变化 但是江亦臣还是一眼认出了 是你 他身色当时就是一变 没错 是我 叶凡为了小婷婷与江老伯 特意决定再次出手 静候了整整九日 我明白了 前些天在小酒馆见到的那个人就是你 如果不是当时临时有变 就不会是今日才面对面了吧 他心狠熟了 心思也很灵活 一下子就做出了这样的怜想 你们上给我毙掉他 将万物木七顶给我夺来 当下 祈祷身影同时冲了过来 将叶凡围住 一人在道宫四重天竞计 三人在道宫五重天竞计 其余三人在四级秘境第一重天 叶凡没有什么话语 今日他专为再次截杀 背负双手 平静相对 如此镇定 与他略显稚嫩的面孔不相符 七人同时出手 七种法宝寄出 有神灯有孤顶 光滑闪烁 压盖天空 唯能贺人 叶凡一声大吼 震动的整片平原都摇动了起来 远处的雪山顿时发生的大雪崩 如洪水咆哮 隆隆作响 汹涌而下 十几万年来 道宫五重天的荒谷圣体几乎不可见 今日现世 一声大吼 如惊雷咆哮 吼动天地 他如一尊永恒的神炉 气血旺盛 卷动高天 呼的一声 那名道宫四重天的羞是直接崩碎了 三名道宫五重天的羞是 则被恐怖的音波冲击的 从半空中栽落在地上 脸色惨白 叶凡化生成一道金光冲了上去 速度快到让人颤力 金色的拳头不可阻挡 无坚不摧 挡在前方的法宝 皆被他打碎 三名道宫五重天的羞是 被他三拳打碎 成为一片血雾 行神俱灭 消失在天地中 叶凡腾空而上 冲向三四名 极境秘境第一重天的羞是 没有抽搐大身边 只以单纯的肉身力量 杀向他们 碰碰碰的 一连串的碰撞声响发出 叶凡的金色拳头 具有脆枯拉朽知识 没有什么可以挡得住 咔嚓咔嚓的 三名四极秘境第一重天的羞是 所有法宝全都成为积粉 同时他们自己也四分五裂 崩碎在天空中 你 江一辰与剩下的三人全都大吃一惊 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道宫五重天的荒谷生体 只有圣地才能培养出来 十几万年来 荒谷生体 自己几乎不可能达到这一境界 叶凡很平静 背负大身边 大步向前走去 一个人迈步 却让整片冰原都在抖动 黄骨生体之围压 让人心胆欲裂 有一股无与伦比的磅礴力量在汹涌 江一辰大叫 你们三个都是四极秘境第二重天的羞是 一起上 给我杀了他 三人刚动 江一辰便骑着他那头一一兽 画成一道青光冲向了天际 舍弃几人 独自断走 他天性薄良 感觉这三人也不是叶凡的对手 他直接逃走了 非常的干脆鱼果断 嗡的一声 虚空抖动 天地都被压得一阵颤离 叶凡的道宫内 撑出一只大顶 垂落下万冲玄黄器 放大到十八米高 一下子就冲了出去 转眼间追上了江一飞 轰隆一声降临而下 将他镇压在兵原上 三名四极秘境第二重天的羞是 全都变色 不战而逃 凡三个方向冲了下去 轰的一声 叶凡制出金刚拙 追剑交织出盗鱼里的武器 威力之大 惊天动地 他一下子将前方的兵原打沉 冰雪消失 赤色的大地都崩碎了 满目疮痍 逃向那个方位的修士 哼都没有哼一声 被金刚拙打得粉碎 连血雾都没有留下 彻底的灰飞烟灭 叶凡 向另一个方向寄出 龙纹黑金圣灵剑 一道无光撕裂天地 画成一条 昂首怒吼的真龙 眨眼就冲了上去 呼的一声 龙纹黑金圣灵剑 一冲而过 那名修士一身的法宝 所有的防护手段 都根本抵挡不住 全被洞传 他至死也不能瞑目 不足寸长的黑色小剑 洞传了他的眉心 留下一个血洞 紧接着 他的身体向外射出 成百上千道剑芒 请可见他浑身都是剑洞 粉碎在虚空下 什么都没有留下 中文字幕后